这个满是纹身的男人缓缓转身 众人也察觉到了身后的异常 纷纷转头往后看 他们竟然看见了几头两脚怪物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其中一头怪物发起了声波攻击 人们顿时觉得头痛欲裂 巨大的声波让他们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成为待宰的羔羊 生死关头 纹身男强忍着头痛 提起了手中的机枪疯狂扫射 其中一头怪物被他射成了渣渣 当他刚送一口气时 又一头怪物向人们吼了起来 纹身男直接跪倒在地 人们都纷纷抱头惨叫起来 关键时刻 一股强烈的火焰瞬间吞没了两头怪物 原来是吉米和强哥及时赶来 而其他怪物也都被吓跑了 此时的人们也终于得救了 但强哥告诉众人 刚才的两脚怪物 仅仅只是衍生的一种尖叫兽 地下还隐藏着另一种大型怪物 他们此时还没真正脱离危险 纹身男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在人们惊恐的目光中 他被地下的怪物直接吞死了 人们都被吓破了 火气瓶落地的震动掩盖了人们的脚步声 而地底下的怪物也被吸引住了 怪物从远处地底直冲而来 一个女人举起了手枪 怪物直接从地面冒了出来 就这一瞬间 女人精准地击中了气瓶 伴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 地下的怪物也彻底隐恨西北 人们也趁机逃离了这个充满怪物的小岛 但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当强哥他们回到岸边时 他们得知了一个今天的消息 伙伴发现一只地底怪物吞吃了一头大象 竟然有怪物游离了小岛并爬上岸